看的時候其實會滿難過的 但是 牠們還是會對你一樣的熱情 因為不管你對牠怎麼樣 就是 看牠很想哭 徐光漢日前受邀 特地南下屏東 到流浪動物生命園區 坦視狗狗們 而牠不只人氣爆棚 在園區也超受毛小孩歡迎 哎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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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看到童妹就這樣子 不要看到童妹就這樣 狗啦 好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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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摸一下 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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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覺這邊真的還蠻棒的 雖然就是狗狗真的 受到很好的照顧 然後感覺牠們都很情人 因為 我相信這是在 良好的照顧下 才會有的反應 復復 抱歉 坐下 牠不會坐下 過程當中 其實有些時候滿難過 我說真的就是 我 看到一些狗啊 被 被鍊子啊 然後 有些是鐵鏈 勾著 然後一直勾到 劍鞋的 仙境肉裡面 有一些是被鐵絲弄嘴巴 然後有一些是被 關在箱子裡面 很久很久這樣子 就是 看的時候其實會滿難過 但是 牠們還是會對你一樣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為什麼大家 這麼喜歡狗的地方 因為不管你對牠怎麼樣 就是 突然我想哭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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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牠也會憂鬱 所以覺得 較多人的關牠們 我其實小時候開始就有 一直在養狗 家裡都喜歡狗 然後 但是我比較有印象 就是在我 學生時期到長大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隻米格魯嘛 牠叫努比 養了大概15年左右 然後牠是 就是自然 自然 死亡 我們家裡還有一棵樹 就是 拔了骨灰 就是 埋在那個樹底下 然後就叫努比樹這樣子 就類似紀念牠這樣子 很有感觸的光漢 對狗狗真的是相當暖 也呼籲大眾 領養不棄養 一起把愛傳下去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